寶王犬的使用者邱文森先生 他本身也在这边 还有一个呢 就是也是看了九把刀 很感动的一位 那个编辑商的主人 周淑英 周淑英妈妈 还有呢 一个是中华青山动物保护协会的张瑞玲 那现在我一开始 我就先让我了解 对 我先让王维之先生 来跟我们谈谈 为什么整个收容所的死保 运会那么高 各位媒体朋友 大家好 那么我今天呢 所做的会议啊 当然不是青春的纳门 我个人呢 今天这边讲的话呢 可能呢 只是基于一个 一个黄昏的自我救赎 大概只能算是一个 黄昏的自我救赎 为什么要说这句话呢 那是我看了这个 九把刀的这个十二页之后 深深的震惊了 感受到 我们呢 原来啊 这么长久以来 我们是活在啊 我们呢 这个动保法里面 塑造的一些美丽的词汇之下 我们呢 在八十五年时候 就已经有了动物保护法 让我们大家都感觉很欣慰 我们已经进入到一个 比较更文明社会 有动物保护法 我们也在动物保护法之下 为了尊重生命 为了爱护生命呢 设立了修容所 大家社会对修容所 这个都 这句话 一定也会有一定的这个共识 一定是在有难的时候 来怎么给他叫好的照顾 另外 我们呢 也在动物保护法里面啊 也树立了一个 万一实在我们进了我们最大的力量 我们还是啊 因为资源有限 不能够把他完全的取决 说我们也有所谓的 人道处置啊 也就是说 安得死叫错死 但是 但是 大家如果啊 去看了十二页之后 你就知道说 我为什么要说 事实上我们大家是活在啊 这个动物保护法 这美丽迟早之下 他呈现的真相 是不是一个收容 到最后 他的死亡 到底只是死亡呢 还是安得死 我想 所有看过人啊 应该都是啊 可以评讳啊 他是只有死亡啊 没有安得死 那么为什么会呈现 这么样的落差呢 啊 那么 那个所谓的啊 灵安得死啊 我们追求的灵安得死 真的只是一个神话吗 啊 我们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十二月份啊 我们新出版的书啊 以日本啊 一个具体的案例来看的话 啊 这不是全部日本人啊 被创造的这个奇迹 这是啊 一个收容所的 基层员工 啊 当他发了院之后 当他发了院之后 他跟他们的同事们啊 努力去的工作 花了十年的时间啊 确实就达到了 灵安的时间 这样的一个理想境界 我们也会知道 我们是不可能在 一日之间呢 达到这样境界 但是啊 啊 动宝法里面 第一条里面强调的 尊重生命 爱护动物啊 我们目前呢 所做的真是 太少太少了 那么我就要用 我这么多年在公务器官里面 对施政啊 管考里面的经验啊 来说明一下 今天我们为什么啊 会没有办法 达成我们社会上 对于动物 对于保护动物 收容 安乐死啊 这样子用美丽指导 所应有 最基本的一个条件 我们在中央的施政里面 每一个人呢 在每年的话 每一个机关都会盯出 所谓的施政计划 年度施政计划 第四页 那么呢 根据的施政计划里面 当然也要问呢 你做完了之后 你到底会达成什么目标 目标有没有实践 所以呢 我们的研考会 我们在中央有个研考会 他会要求啊 各个单位啊 定例书啊 你的目标啊 你的关键指标 你的目标值 如何去评估 这样一系列的 施政管理的作为 但是呢 如果啊 我们大家去检视一下 农委会的这个施政 施政报告里面啊 只有业务的名称 就是动物保护 但是呢 一谈到具体的 关键指标的时候 动物保护啊 没有一项啊 他要努力的东西啊 是放在 绩效评估的 关键指标里面 也没有目标值 当然也没有一个 评估的办法 这个最后事 多年来来讲 我们的啊 这个整体来讲 对于流浪 流浪狗的这个 这个处理来讲 还是限于啊 就是善慢事的 有做就好啊 任其啊 任其啊 随着这个资产改变 那么去年来讲的话 动保团体啊 大家的啊 这个努力啊 让我们的农委会啊 定立了一个体制外的 体制外的一个方案 他们呢 就会说 哎呀我们呢 也要提出一些 具体的需求啊 让来表达他们啊 未来 未来的努力 所以呢 他们定出了啊 我们在103年 就是今年啊 我们要做 那做什么 就达成百分之啊 50啊 的这个 这个目标 然后逐年呢 每年减3% 慢慢减下来 这样的一个目标 其实看起来也是不错啊 我们有定的一个目标去做啊 但是这样子的目标 定定的 依据是什么 它是合理的吗 它是具有挑战性的吗 我们在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研考会啊 每年要求各机关 定定这些指标的时候 它都是说啊 要具有挑战性 为什么 我的话来讲 你如果你睡着觉啊 就可以自然达成的话 当然就不需要定指标了 但是啊 我们看看这样的一个指标啊 到底啊 是不是啊 是不是合理啊 我们 但是他定的指标啊 对 结果这是 他没有定指标去做影响 好 让你看啊 我们在 我们根据农委会提供的具体 具体啊 多年来啊 实施的 就是他没有采取啊 一个具体的措施啊 目前啊 达成的现况 在101年的时候 101年的时候 已经达成了50.1% 离期的这个人道处理率 但是呢 他在定定的未来 5年的指标的时候 在今年度啊 他的指标啊 还是50% 所以说 我们农委会 需不需要再去努力了 不需要 这两年前的指标 就达成了 大家也可以看看啊 我们当然常常说啊 我们要向好的人 向好的单位去学习 但是我们从这个指标来看 因为农委会 他的一些不作为程序 事实上啊 我们如果统计了一下 前二分之一 县市啊 做的比较好的 来讲的话 在 在哪里啊 在民国啊 99年的时候 已经达成了 38%的 人道处理率 而且呢 接着下来啊 就没有选择的进入 为什么会中央督导的机关里面 不重视啊 这样的作为 即便是啊 前段班的学生来讲 也觉得说啊 既然这不重视啊 当然我也就不无所谓 无所谓 所以呢 归纳起来啊 我们今天啊 收容所会陷入 大家在啊 这个画面啊 就是电影中陈面的说 所谓的 动物的猎狱的 这个景象来讲 它不是没有原因的 最主要 基本上农文会 在过去中 施政中啊 传统 农牧生产挂帅的 一个传统思维 接着下来的话 他们对这项的业务啊 所给予的就是啊 没有 没有具体的指标 没有 没有具体的目标 绩效指标啊 随便定 把过去啊 已经做到的 随便的 敷衍 应付一下 我们的所谓的 动革团体的情感 所以啊 今天啊 陷于这样的境界 我们啊 现在要针对啊 这个 这个收容所的问题啊 要来宣传 我们不是向哪一个人宣传 我们是要对于啊 这样的一个机制 对我们这样的冷漠 我们这样子的 回避问题啊 不愿意面对真相 不可以开放心中啊 去解决 我们今天流浪动物问题啊 其实来讲 并不是啊 一定是啊 争取啊 无限的资源来解决 事实上来讲 如果不开放 不让大家知道 那么我们很多的问题啊 是不能解决的 我们如果任意一个人 只要看到狗狗叫一叫 我们就打电话 去告诉啊 我们的主管单位的话 我们主管单位啊 唯一做的事情就是 赶快把他抓起来 抓起来之后 是进入了所谓的收容照顾吗 不是啊 就是进入了所谓的12天的倒数祭祀 当狗猫进入了这个我们的收容所之后 啊 他马上面对的是什么 他是疾病 为什么 他所有东西都是不分类的 疾病的传染 狗吃狗啊 的境界通通会出现 即便到到后面啊 能够啊 存活下来 还是通常啊 难逃啊 12天的这种厄运 想要被人任养的机会 啊 是很难啊 有效增加 但是呢 我们这样的情况 要不是啊 九把刀啊 先生啊 他们把这个影片呢 这样呈现来 像我个人来讲的话 我还是以为说 其实我们啊 已经有一个动保法了 啊 应该不会那么惨 我的女儿呢 这个 进来啊 常常给我看啊 说 哎 这个独外的这个流浪动物啊 收容状况是有多么的进步 我说 哎 那我们的所得啊 不及他们 难免啊 这个 这个时间会随着 随着改善 我也是啊 在 在这个 活在这个政府美丽的这个 这个辞导之下 不认为这个状况啊 有这么有这么问题 毕竟人命关天啊 应该是啊 有些除以人命 但是啊 当我们看 看到这样的情况以后 我们才会知道 如果我们不面对它 我们不拿起有效的方法 去解决它的话呢 我们面 我们面对的啊 是这样一个不尊重生命啊 滥杀的这种 这种情况来讲 我们呢 现在正在国家 正在发展的所谓啊 光光事业 台湾 最美丽的是什么 我们当然都会知道 是 空军现在是人啊 但是我们的人啊 如果面对是这样的一个社会 是否 可以让我们自己啊 能够感到心安了 我们是啊 觉得是怀疑的 所以未来来讲的话 我们要针对所谓 临安的事 这样的目标 奋力前进啊 想尽一切的方法 要使它 变成了我们社会 可实践的一个目标 谢谢 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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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must 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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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论